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油毛羹也是疯狂牺牲啊 这黄油毛羹还有五阶呢 好家伙 没想到呀 玉米投手军乱要失败了 好吧 玉米投手失败 那么目前就是剩下两个选手了啊 那么现在就只剩下奶油生菜和黄油毛羹 他们两个都是五阶 一个是金卡 一个是紫卡 一个阳光才25点 一个阳光175点 哎呀我去呀 这个奶油生菜直接轻轻松松 就把这个剧人给干死了 那么黄油毛羹能不能把这个剧人打死呢 之前我们也是讲了啊 这个黄油毛羹它是新一代的单挑王 能打死这个剧人那是肯定的 就是时间比较慢 相比较奶油生菜慢的不是一斤二点 而且奶油生菜是无双 那么毛羹呢看一下啊牺牲两个 那既然都打赢了 那么我们得接着PK 这一局我多加了一个巨人 多加了一个海盗港湾的巨人 我们看一看他们是否都能获胜 奶油生菜已经打死一个啊 但是这次的话它不是无双 损失了两个选手 那么黄油毛羹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获胜啊 我们拭目以待 单挑王啊 那多一个的话它就有点吃力啊 稳住呀毛羹老兄 别告诉我一个巨人都打不死啊 但是这次的话 就会有点吃力啊 我们拭目以待 稳住呀毛羹老兄 稳住呀毛羹老兄 别告诉我一个巨人都打不死啊 那毫无悬念了 它和奶油生菜 在这局PK里面 是差的挺大的啊 哈哈 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如果是一为一单挑 效果会怎么样 谁能扛住呢 来吧走你 哎呀我去 一为一单挑都打不赢啊 这好家伙 再来测一下大槽 看一看分别需要多少个大 能打死一个世界巨人 首先是奶油生菜啊 一个没死 两个没死 好三个打死啊 记住了三个 接着是黄油毛羹 看看需要几个 一个 往前走还能把它打一打 但是只能存在十秒 两个 六个 又小鬼了 七个大招 总结本次 挑战赛奶油生菜 取得死斗最终胜利 拜拜 下集再见 点赞关注评论 点赞关注目 点赞וב 点赞 点赞 点赞